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学习ES6当中 对象又增加了哪些新的功能 我们看第一个,属性点击表示法 我们先建一个文件 2-9.js 然后呢,在这里面引入 把这个一边上的按钮先注视点 大家看,在我们的js当中 怎么去定一个对象 比如说obj 然后呢,name,比如说写成 然后呢,age34 然后呢,我们输出这样一个obj的对象 这边肯定能够顺利的打印出这个对象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学习 大家看,name对应这个字符串 比如说,这个字符串并不是在对象里面写死的 它呢,可能等于一个变量 比如大家看,有个变量叫做name 然后呢,它对应的值是这样一个值 然后呢,还有一个变量叫做age 它对应的值是34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name这个变量放到这边 把age这个对象放到我们的这边 保存以后,其实结果是一样的,对不对 但是呢,eis6里面 如果你的对象的key和value 因为我们知道对象是建设对的方式嘛 包括key和value 如果你的key和value 对应的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那么,其实你可以简写成这样的形式 大家看啊,这个后面是一样的话 也可以不写 保存 当然输出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个呢,是eis6中对于属性的解写方式 我们再看下一个 对于属性名字表达是 我们都知道,在对象当中是不是keyvalue形式的 之前我们是不是都是value 对应的可能是一个变量 但它是否对于key来说使用的变量吗 大家看,比如说我有一个s 它表示的是sq 在我这里面,我希望有个属性 我希望是这样形式啊 比如说sq 它代表的比如说是mok 大家看,这个时候 obj肯定是包括sq和mok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这时候sq是个变量是s 大家觉得,我如果把s小这 它能对应成sq这样一个字母串吗 我们看,你会发现 它的属性的名称是不是就叫做s了 但如果我希望s它代表是个变量 被解析成对应这样一个字母串 应该怎么办 这时候,如果你的属性的key是一个变量的话 那么需要在外面加一个中括号 用来表示对象的key值是一个变量 大家看,这时候保存以后 s就会被解析成对应的sq 我们再看下一个 我们知道对象里面不仅有属性 经常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大家看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习这样的方法 学习 然后它对应的是一个function 这个里面输出比如说this.name 比如说加上正在学习 大家看 如果我想调用当天study的话 那我是不是应该用obj.study 去调用当天我这样一个方法呀 大家看这边输出啊 是不是输出系程 真的学习 这是没问题的 那对于方法来说 有没有解决形式呢 因为前面我们刚刚学过见头函数 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会想到 我们可以用见头函数啊 比如说把方身去掉 然后呢 这边改写成见头函数的形式 大家仔细看 这时候找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大家看到结果 你能够发现 这边报错吗 错误的信息是 cannot read property name of undefined 你能够发现 它并没有顺利的取到当天我name 所对应的这样一个值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前面讲过 见头函数中的this指向 指向的是定义时候的this 而不是定义时候的this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于对象里面的方法 大家一定不要用见头函数这种方式 应该怎么写 其实es6呢 也提供了对象里面方法的简写形式 大家看 一般情况下 是简写成这样的 相当于是 方法名称 然后呢 括号里面可以称参数啊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方法体 大家看这个时候 得到结果 是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这个呢 是对象里面对于方法的简写形式 再次强调 在对象里面的方法 大家不要使用这团数啊 而应该使用es6 给我们提供这种方法的简写方式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值点 叫做object.h 其实object.h 的作用是因为判断 两个值是否严格性的 什么严格性的 它跟我们的三个等号差不多 比如9例子 大家想 我这边 比如说我写一个2 等于等于一个2 左边这个2是不是number型的 右边这个2是不是strewn型的 我这边是两个等号 大家看输出的值 是不是处 因为值判断值是否相等 并不会判断类型 那如果我是三个等号呢 它相当于是一个 更加严格的相等 大家看 因为三个等号 不仅判断值 还会判断类型 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呢 es6里面的object.h 方法 其实就是用于判断 两个值是否相等的 比如大家看 比如说2和2 我输出这个结果吧 大家看 请松告告 大家看得到结果是什么 你能够发现 这是false 因为它其实跟三个等号很类似 它是一个严格相等 但是它跟三个等号 还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看 比如说在GIS里面 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个 叫做nan 它叫做not a number 而且前面我们试过 在GIS上中 nn和nn 其实并不相等 但是看 比如说我用object.h 去判断 nan和nn 是否相等的 发现结果 你会发现 它会返回一个true 所以说 object.h 判断nn的话 能够判断的是 它俩是相等的 另外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判断 正0和 负0 我对于说 这有什么意义 确实我们不太用正0和负0 那大家看 对于object.h 它正0和负0 它也会返回一个false 这个大家作为了解就可以 那比如说 如果我有两个对象 比如说 有个obj1 它对应的是name 比如说 写成 对应的h 然后呢 34 我再复制一个 一模一样的 大家看 叫做obj2 我问大家 当前obj1和obj2 是否是相等的 比如说obj1 等不等于obj2 大家觉得 它相等吗 你看它长得一样 对不对 你看结果 你能够发现 结果是false 它并不相等 为什么长得一样 还不相等呢 大家记得 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画过一张图 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大家看 我们前面说过 在js当中 对于这种 引用数据类型 它呢 其实在站在存里面 存在是一个引用地址 它真正的内容 是存在 堆内存里面 所以大家看 长得一样 并不一定 它就相等 为什么 每次我们等于一个对象 其实都相当于是 new一个object 大家看 当我们newobject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 形成了一个新的对象 只要有一个新的对象 那么 在我的堆内存里面 就会开辟一个新的内存空间 然后呢 一个对象的名称 指向这块 内存空间 所以大家看 对于对象的判断 其实 它并不是说 长得一样 它就是相等的 而是判断 对象的地址 是不相等 每次那么大过号 我都会new一个新的object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不相等于 用了两个object 这两个object 一定是 对应的两块 内存空间 所以呢 这边返回的是false 它俩并不相等 大家看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object.at的方式来判断 比如说obj1和obj2 是否相等呢 29号 其实同样的 也会返回一个false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对于对象的比较 它比较的不是说里面的内容 而判断的是它的内存地址 是否相等 那如果我就想让obj1和obj2相等 那就应该怎么写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现在可以这么写 比如说obj2和obj2是这样 我呢可以这样 比如说 定义一个obj2等于obj1 这个时候 我再输出 它们两个 是否相等 反正这个时候 你发现 它返回的 就是一个true 因为 当我把obj1 指成obj2的时候 相当于是 这两个边量 指向的是 同一块内存地址 所以说 它会返回一个true 这个呢 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因为在这次当中 对象是 引用数据类型 我们呢 再看下一个指示点 扩展预算符 与obj2 而散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 数字的扩展预算符 对不对 我们看一看对象 其实也可以使用 扩展预算符 比方说 大家看 我定义一个 x 比如说它对应的是一个 对象 里面有a 比如说是3 b呢 是4 简单一些 然后呢 我再定义一个y 比如说大家看 点儿点儿点儿 对 我现在呢 于是现在是不是把一个对象进行了扩展 这时候 我输出这个y 大家结果会是什么 能够发现 y一个对象 和x对象 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对象的扩展预算符 取出参数对象的这种可变率的属性 拷贝到当前的对象里面 那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扩展预算符呢 其实大家看 比方说 我呢 也可以这样 在es2当中啊 提供一个方法叫做 object.assine 比如说我建议一个y 但是呢 它是一个空对象 然后呢 object.assine 这个函数作用其实就是用于合并对象的 它第一个参数指的是目标对象 比如说 我希望这些对象啊 都向y这个对象上面去合并 然后呢 我希望把x合并到y上面去 这事我再说出y 大家看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可以通过对象扩展预算 或者说object.assine 实现这种对象的复制 你看y跟x是一样的 比如说 y里面也有值 比如说y里面还有个c 对于那是5 那我们看合并完成以后的y 又怎么样 它是不是又包括 a b c 三个属性 都包括 对吧 那比如说y的这个属性里面啊 也有一个a 比如说是6 这两个属性合并的时候 是不是有相同的属性名称 那怎么办呢 那自己看啊 你发现 得到的a的值其实是3 为什么 因为我后面往前面去合并 所以说后面的属性 如果名称相同的 是否会把前面相同名称的属性 给它覆盖掉 这个也好理解 下面呢 我们看下一个值点 就是in 其实in可以判断当前对象里面 是否包含某个属性 大家看 我输出 比如说当前a这个属性 是否在s对象里面呢 大家看 s里面有没有a这个属性 有吧 所以反挥一个处 那比如说 我随便写个a 在这边有a吗 肯定没有啊 所以说就反挥一个false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判断一些 对象里面是否包含某个属性的时候 就可以用in in呢 不仅可以用在对象上面 其实 它还可以用在数组上面 比如说我定一个arr 等于 123 然后呢 我输出3 inarr 大家注意 3是什么意思 它并不是说这里面是否包含这个值是3 而是判断 3这个下标的位置 是否有值 大家看 我们数组的长度数比一共是3 所以下标的值是不是0 1 2 那你觉得下标为3这个位置有值吗 并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返回的是一个false 那比如说 下标为2这个位置有没有值 有值吧 就是返回一个处 所以说 数组用in的时候 它其实判断 当前这个位置 是否有值 这个呢 大家千万不要弄错 下一个值点呢 我们再看一下 如何对于对象 进行变利 大家想一想 其实对于对象来说 它里面的值 是不是无非就是对应的属性 对不对 我们看 如何变利对象的属性 比如说 name属性 然后呢 age属性 比如说 然后呢 比如说 我还有个学校 mooc mooc学校 对吧 然后呢 我想循环面的这个对象 怎么办 它其实有好多种方式 比如第一种 我们呢 对于对象的循环 可以使用forin 想循环哪个对象 那么我们就去in哪个对象 这边是因为没写完啊 保存以后这边会保存 我把它写完就不会保存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key 打卡 我们输出key和object中括号key 左边是不是属性的名称 右边是属性的值 对吧 这是第一种 辨率的方式 forin 第二种 在es6当中啊 还有叫做.keys 其实keys的话 可以直接参数 就把对象传进去 然后呢 .for each 大家看 它参数呢 其实是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间断函数的方式 我们前面讲过 间断函数 如果左边的参数 只有一个的话 那么 它的小括号 是不是也可以不写呀 我们还是样 输出 这句话 大家看结果 其实 跟前面是一样的 这是object.keys 这是第二种 对象变利的方式 我们再看 第三种 在es6当中 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object.getOnPropertyNames 它呢 其实 跟这些方法 作用是一样的 也是去变利 当前我们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呢 也是通过for each的方式去变译 它参数呢 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方法的参数 对应的就是当前 我们对象的这样一个key值 然后呢 还是输出 这样一句话 你发现它的结果 其实都是一样的 左边是key 右边呢 是value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还有一个方法呢 叫做reflect.onkeys 这些方法 其实都是es6里面 新的方式 比如说循环这个obj 然后呢 还是一样 .for each 这里面 参数还是一个 间断函数的形式 因为我们现在 学习间断函数以后 我们的方法呢 尽量都按 间断函数这种方式去写 更简洁一些 我们看 其实这种方式 也可以去循环便利 我们这样对象 结果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 对于es6当中 对象的一些新的方式 第一种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用 这种属性的 简洁表示法 这种在项目当中 其实用的很多 第二个呢 如果属性名 是一个变量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用个中国号 表示这个变量 obj.as 去判断 当前两个值 是否是严格相等 而对象的困承算符 和objet而散 是用于合并对象的 印呢 可以判断 对象里面 是否包括某个属性 如果在数字里面呢 他找的就是 当前这个位置 是否有值 对象的变量 我们也讲了 好多种方法 这个 就是这节课 我们讲的es6的一些 对于对象的 新的一些方法 我们下节课再见